乳腺增生是困扰女性健康的常见疾病,原有70%、80%的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,很多患者对于对乳腺增生的病因,大家的正确的把握,只有把握乳腺增生的病因,才能够帮助大家得出准确的确诊和积极的乳腺增生的病因。 一,乳腺组织是性基础的把器官,其受内分泌环境,被影响而生中期性变化,但全社会性的环境扩大,性刺激机会增多。 这些因素,可以促使动情素分泌,造成雌激素分泌增多,刺激乳腺组织而产生乳腺增生。 二,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,妇女对抗衰老和美容的需求不断提高。 中老年妇女,为了皮肤美容,长期使用寒磁激素的面霜。 这些寒激素的面霜经过皮肤吸收,也会使体内磁激素水平增高,服用激素类药物,更直接引起体内激素水平失衡,这些均可导致本病发病率的增高。 三,长期服用寒磁激素的保健品,避养,也可能到乳腺增生。 因为人体长期过氧渗入磁激素,将导致内分泌平衡失调。 病理性的乳腺增生,需积极,尤其是能性增生类型。 由于存在癌变的可能,不能掉以轻心,医激素疗法,又仍采用球激素本病。 但这种有可能夹着人体激素兼失衡,不宜常规应用,仅在症状严重,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时,才考虑采用。 西药有5%电化钾,疼痛严重折壳适用,夹击饶碗素或汤墨西方,在月经前一周内开始口服,以免建议不扰乱人体激素间的细微平衡。 三菱床上常用的药物多数是中程药,具有活血化与疏干里气,软肩散结,调补气血等作用。 中医认为该病分为干预弹瘫瘫和中润时调两种类型,方法包括内副中药、高药外敷。 其中,中药外敷对乳腺增生的防治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,安全性也比较高。 中医认为乳腺增生始于干预,而后血域谈宁成块,至于疏干里气,活血化与软肩散结,对于乳腺增生,乳房肿块有较好的效果。 但是在选择中药外敷的时候,一定要慎重,选择国家权威认可的方子。 其中,谢世纪沙糖乳腺贴,被很多中所推荐,该高贴采用纯中药古法熬制,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秘方。 当年道光皇帝亲自下纸被义士修建碑了,可见其艺术之高明。 经过数百年传承,在桃煮上就能找到,方便快捷,乳腺增生的食粮小秘方。 海白豆腐汤,需要两块海带,一块豆腐,两者结合放在水里进行煮汤,最后放入适量的食醋。 二,先人掌炒猪肝,先把先人掌去皮把自己洗干净切成小块,猪肝洗干净切成小块,然后按平时炒菜的方式来炒猪肝。 这种方法有利于缓解乳腺增生的疼痛感。 三,橘冰匀,把50克的金橘冰洗干净,沥水之后切碎,放在砂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,用小火煎煮15分钟就可以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